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入几片姜片可以去腥 然后盖上锅盖开大火加热 水有些微滚时就可以再将猪五花肉翻面 另一面也要煮到表面为熟后就可以捞起来了 猪五花肉只要煮到表面为熟就好 不用煮得太熟 将煮到为熟的猪五花肉切成薄片 我觉得切薄一点会比较好吃 煮起来也会比较入味 切成像这样的薄片 豆干200克也是切成约0.2公分的片状 豆干切成像这样厚度的片状 青龙椒60克切成斜片状 青龙椒60克切成斜片状 青葱一根切成短 现在准备来炒回锅肉 锅中倒入切好的猪五花肉 先将猪五花肉干锅煎香 锅中倒入少许的蔬菜油 然后倒入豆干下去翻炒 将猪五花肉跟豆干炒到表面有些焦焦的 这样做出来的回锅肉才会好吃 猪五花肉跟豆干表面更容易包補酱汁 一般都会用炸的 可是我觉得会太油腻 所以我这个方法健康又好吃 不会太油又能够让食材很入味 煎到像这样表面有些恰恰的感觉 加入蒜碎20克 将所有食材翻炒一下 加入白胡椒油 加入白胡椒粉1克 再将所有食材翻炒一下 加入甜面酱20克 再將所有食材翻炒一下 加入辣豆瓣醬15克 將所有食材翻炒一下 加入醬油10克 再將所有食材翻炒一下 加入糖6克 將所有食材再翻炒一下 加入青龍椒跟紅辣椒 將所有食材再翻炒一下 加入米酒10克 再將所有食材翻炒一下 最後再加入青蔥段 將所有食材翻炒均勻 炒到青蔥已經有點微熟 就可以準備關火了 可以盛盤囉 我自己非常喜歡這道回鍋肉 做法簡單好吃又入味 而且非常的下飯 重點是不油很健康 可以加入各種不同的蔬菜 不僅有肉又有蔬菜 搭配白飯一起吃真的很過癮 這道回鍋肉是下飯的好夥伴 也是一道適合當下韭菜的川味料理 將豬五花肉片先煎後炒 再用甜麵醬豆瓣醬帶出整道菜的香氣 而添加的蔬菜是可以隨意更改的 家人愛吃什麼蔬菜就放什麼蔬菜 冬天蒜苗高麗菜盛產也非常適合放入一起炒 各家都有不同風味 這才是家常菜的精髓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哦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